生活在安息里 这样看来 必令友谊安息日的安息 为神的子民存留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 乃是歇了自己的功 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希伯来书第四章九至十节 这是有关人类行为的革命性新原则 是神涉及人的行为的本意 人就是在这个原则上失败堕落的 而如今在基督里这个原则得以恢复 除非这个原则在我们生命里运作 否则我们就没有把握 自己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希伯来书的作者 在全文中很清楚地做出这个宣告 我们从出生 就被一个关于人类行为的错误概念洗脑 我们一开始就听从了撒旦的七盟 以为我们本身就有成就自己愿望的能力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人 并做一些自己向往的工业 我们很自信地以为 能够依靠自己 或者是即使我们目前还没有 却也知道如何去取得能力 我们以为能教育好自己 能探索资讯 能开发新技能 一旦得到之后 我们就能成就自己的愿望 我们其实没有那样的能力 从来都没有 世上唯一能活出基督生命的人 就是耶稣基督 他要在我们里面复制他的生命 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将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个情况 都呈现给他在我们里面的生命 依靠他而不是依靠自己去面对任何环境 处理每一个状况 从事每一个活动 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努力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么开始的 我们走到一个不再靠自己来救自己的地步 不是吗 我们停止凭自己的好行为来争取进入天堂 我们对自己说 我永远无法达标 我永远做不到 然后看着耶稣 说 如果他已经替我担罪 那么我所需要的一切就有了 如此 接受了主的救赎 凭信心 安息在这个事实上 停止自己的努力 放弃依靠自己做工 而安息在主里面 保罗告诉哥罗西的信徒说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当遵他而行 哥罗西书第二章六节 我们也是一样 既然接受了主 就该依靠他来透过我们行事 如此跨出去的结果是什么 安息 美好的安息 轻松 释放 不再焦虑 不再烦恼 不再紧绷 因为我们是安息在主里面 也就是安息依靠那位主 他全然合适 透过我们来成就 所需要成就的一切 他不使我们机械性的自动化 也不把我们变成机器人 他透过我们的思想 感情和理智来启动事工 而我们必须去依靠他 主耶稣 谢谢你动了奇妙的手术 使我得自由 我因能进入那为我存留的安息 而满心快乐 求你助我确实进入你的安息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